在山东辽城有一位辅警说要弄死一个不带偷窥的一个骑电动车 还是骑电动车也是一个女的 说要弄死人家 然后这个新闻报道里说呀 说是发生冲突了 造成了辅警手部擦伤 然后失控了 做出过激的言行 调离了岗位 要配合处理 像这些个地区 东阿县都是辅警 这个身份都是很特别的 进入公务员系统进不去 都是自己的子女怎么办呢 就进入这个系统吧 所以都是上面都是有了不得的人 所以就调离岗位 评论的说什么呢 评论的说为什么不提违法者 为什么不这个说这个违法者不配合的事 我很怀疑这些都是花钱买的 这是这些个东西吧 要我想起来的那个胖东来 胖东来不是有一个回应吗 一个客人买了东西 然后投诉他们 投诉以后呢 和这个店员发生了冲突 胖东来说给了八页的调查报告 极其详尽 那是人家是个体户啊 是吧 你们这个世界 你怎么不给个八页的调查报告 要我们看看呢 你你给我们搞得清清楚楚呢 八页的调查报告完了以后 处罚的方法呢 首先给这个客人5000块钱的奖励 500块钱 因为他这个举报有功 胖东来的工作人员的语言呢 确实是有过激啊 同时第二个呢 就对胖东来的管理层啊 降级又处罚 降级可能就是收入受影响了 降三级 第三个呢 给员工5000块钱的精神补偿啊 那个虽然没有名说 大家也知道叫委屈奖啊 就是你客人也有过激言行的行为了 有人对这个回复 是这样评论的 说我以为胖东来是超越了90%的超市 我没有想到原来胖东来是超越了90%的 这个吧 就是这个啊 所谓的啊 这个啊 官方的处理公告吧 啊 就是超越了90%的政府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让胖东来来处理这个事 你怎么处理呢 对吧 当然这个胖东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套自己的钱 来把这个事抹平了 啊 这个要套谁的钱呢 啊 或者如果啊 胖东来处理的这个事 手段艺术水平这么高 你们不行 你们都下 你们让胖东来上来试试呗 看看他怎么处理啊 是吧 要我们也看看他 没有自己的钱了 在这里啊 是不是他要套自己的钱 把这个事处理啊 都是可以讨论的嘛 都是可以期待的嘛 啊 你这里就说 只是说这个伪装的人 有问题 要我要说 这个随便把人弄死 你应该负刑责 这里面 应该要报警啊 公安机关要审查他 他是不是有这种能力 以及有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他要把人都要弄死了 怎么公安机关还不出现呢 我想这些个事儿 是不是都可以讨论讨论啊 你们在这里就替啊 这个啊 这个说这个被执法的人不乖 我要说这里执法的人也太嚣张了吧 你只是个辅警就可以把人弄死 是吧 当你不是个辅警的时候 你不声不响了 就把人弄死了 不响了